好,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画树 一张树是在白色的纸上画的 一张树是在有背景的颜色上面画的 所以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有颜色的背景这个怎么画 先在笔上,沾上好多好多水,随便的点一些点点 你画这个绿色的点点的时候,大概就想 我这个树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有 有的地方没有,有的地方树叶多一些 有的地方树叶少一些 然后你再把树枝给连起来 连树枝怎么连呢 你先大概想出来,你这个树枝要长在哪 然后有的地方树枝要长出来 在那个没有墨,没有颜色的地方把树枝画出来 画出来这个树枝以后呢 你就一步一步的再加上小的树枝 这个树都不是一个树枝,对不对 都是有好多树枝 先不用管它的颜色 你看现在的颜色有的深有的浅 没关系,你就是故意让它有的深有的浅 太阳一照,这个树本身就有深有浅 有的地方,有的地方那个叶子好多的时候 它就生起来了 什么地方叶子多呢 一般是在这个叶子,这一堆叶子的下面 一堆叶子的下面越长越多,越长越多 它就把阳光给堵住了,你就看不见了,对不对 所以你就一步一步的在那个叶子深的地方 在叶子多的地方放上深的颜色 杨老师用的是特夸蓝色 还有深一点的绿色,还有蓝色 到最后还放一点墨色都可以 这样你这个树叶就显着好各种颜色都有 不光是浅的,我现在看看这个树叶好像太深了 应该再加一些浅的,这个时候我又拿一些黄色 在那个树的尖尖上,又点了一些黄色 最后再把这个草地给画出来 这个树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对不对 所以你画一些草地,那个小山坡上 然后在下面再画一些草 后来我就想,这个树上要点一些红点点 好像有水果似的 红的苹果 红的cherry 小樱桃 还有你自己想象红的桃子 李子 最后这个颜色画,这个画画完了以后 你想让它热闹一点 你想让它多一些东西 然后你就点一些点点 点完了点点这幅画基本上就完成了 你在左看右看,还有哪个地方不合适 你觉得不舒服,再加一些 这个基本上就不会改变这个画了 只是你觉得让它再舒服一点 同样这一幅画 这个白色的,是用同样的方法画下来的 最后就觉得,这个画什么东西都没有 干脆给它加一点 加一点这个,这个点点,splash 这样它的东西就多一点了 如果那个水少,这个点点就小 如果你的笔是湿的,水多 这个点点就大一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现在该你们了 你们开始试画一下 好不好 跟随秀索